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 凯书 图 猫九插画 冬雨文化发行 故事二 神书飞船启航 是海豚 我们已经到了海豚馆了 董小玉趴在窗边 看着不远处三条自由自在游着的灰黑色的海豚说 它们有着流线型的身体 大大的额头 还有长长的嘴 三条海豚围着飞蝉 好奇的游来游去 还不时大向里面张望 这三条是平比海豚 微笑的长嘴是它们的标志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喜欢海豚 吴天天它们也不例外 四个孩子穿上仿身服 游出了飞船 海豚们看到孩子们游了出来 就立刻围了上去 董小玉通过了手腕上的神奇手表 和小海豚们打起了招呼 长海豚你们好啊 谁知道听到了 会说自己的语言的这些人类 海豚们都吓死了 赶快游得好远哦 其中一条海豚的声音 通过神奇手表传了过来 你们 你们怎么会说海豚的语言 吴天天扬了一扬手上的手表说 因为我们有神奇手表 可以跟你们无障碍交流 这些聪明的海豚们 马上就明白了 又一次地把孩子们团团地围住 看糊涂老师的声音 从神奇手表里传了过来 海豚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它们的大脑发达的程度接近人类 所以它们对情感的感知 和我们一样敏锐 很容易跟人建立密切的情感联系 孩子们看到 这些善良的海豚那么喜欢自己 都好开心哦 连一项胆小的正大海也伸出手 亲切地摸了一摸它们的头顶呢 对了 我们要找一条生病的小海豚 请问它在这里吗 你们是要找奇奇吧 它在那里 可是它已经奄奄一息了 听孩子们说要找生病的同伴 这几条小海豚啊 都很关心又紧张地 赶紧帮小朋友们带路 孩子们跟着三条小海豚 一起游到了水池的边缘 就看到 在一个潜水坡上 有一条小海豚 它的下半身是泡在水里的 可是上半身露出水面 脑袋垂在岸边 要不是它头顶上的小孔 还在微微的一张一合 几乎就看不出来 它有生命迹象了 你们眨三下眼睛 仿生服上的生物扫描器 就会启动 它能自动记录生物的所有资讯 并扫描出它们的基因剧烈 好 让我先看看 小海豚的身体状况吧 好的 吴天天率先启动了 仿生服的生物扫描功能 小海豚的身体状况 就同步地传送到了 神术飞船的电脑里了 嗯 这条小海豚的皮肤 有感染剂生虫 有胃病 肺部呢 也有比较严重的感染 不过最麻烦的是啊 哎呀 它得了忧郁症 忧郁症是因为长期不开心 痛苦悲伤而患上的一种精神疾病 情况严重的话 可能会致死哦 听到董小宇这样说 郑大海啊 轻轻摸了一摸这小海豚的背 很迷惑不解地问 这是为什么 它为什么会不开心 听说它是被科学家们 在做海洋研究的时候发现就回来的 刚来的时候 伤痕累累 好像那是被咬伤了 正当大家在水中安慰奇奇的时候 神疏飞船里的凯虎杜老师接到了海洋馆馆长的电话 凯虎杜老师 到了海豚馆的水池边 这时候看到了馆长 匆匆地赶了过来 一见面他就很焦急地问 凯虎杜老师 您看看 奇奇还能治好吗 这身上的疾病还好说啊 不过忧郁症哪是心病 心病就需要心咬医了 要是能知道奇奇心里在想什么就好了 馆长听得好难过 差点就要掉下眼泪的样子了 您真的想变成海豚吗 是啊 我很想了解奇奇 了解他的想法和生活 这不难哪 凯虎杜老师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拎起了一件仿生服 你穿上它就可以了 凯虎杜老师带着孩子们 先到了馆长的办公室去等 给馆长跟奇奇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 等到他们重新回到了海豚馆时 馆长正独自地坐在水池边 看到大家都来了 他起身擦了一擦眼泪 拉着凯虎杜老师的手说 哎 都怪我 原来是我太自私了 总是想要把奇奇留在这 却忘了它原本 是属于辽阔自由的大海的 奇奇和出生在海洋馆的海豚不一样 它的家是大海 它的心也在大海 凯虎杜老师 麻烦你们带着奇奇 送它回家吧 真正对它好 就要让它开心自由 而不是不管它的意愿 强行让它留在不适合的地方 馆长感慨地说 一周之后 蔚蓝的大海一望无际 在海天相接之处 夕阳映照天空 仿佛燃烧起一片橘红色的火焰 海面也被这美丽的霞光 染上了点点金色 波光炼焰 此时此刻 神树飞船正以海洋救生船的形态 缓缓地航行着 飞船里 孩子们和凯虎杜老师 一起围在一个巨大的海水渔缸前 小海豚奇奇躺在里面 检测仪正在全面扫描着 它的身体情况 凯虎杜老师 我的身体都好了吧 奇奇在渔缸里有来有去地问 嗯 你的病啊已经全好了 现在可以回到大海了 神树飞船打开了舱盖 奇奇一个愉悦 开心地跳到海中 紧接着 穿着绑身符的孩子们也一个一个陪着奇奇跳进了大海 这个绑身符真的太棒了 我们简直啊跟真正的海豚一模一样 奇奇一边围着孩子们快乐地转起了圈 一边说 谢谢你们 我终于又回到大海了 然后 它从水中高高地跃起 在空中啊 来了一个漂亮的空帆 又落回了海里 而一直尝试在水下游泳的张小胖 现在也浮了上来 大口地探出水面啊 喘了一口气 好奇怪哦 我穿上仿身符 怎么我还是不能在海里呼吸啊 我们海豚本来就不能在水下呼吸啊 我们是海洋哺乳动物 看人类一样 是靠肺呼吸的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 都要浮到水面上来 用头顶的呼吸孔换气 没错 凯护猪老师的声音 从大家的绑身符耳其传了出来 想尽 海豚这样的海洋动物啊 它们的祖先是在陆地生活的哺乳动物 和一直在海洋生活的鱼类不一样 它们没有塞 所以不能在水中呼吸 书上说 海洋面积大约占地球面积的71% 比陆地面积大多了 可是这样 我们要上哪去找琪琪的家人呢 你们可以试试看 用声纳定位哦 琪琪游到大家的中间说 说着 琪琪就用她的额头 发出了超音波 孩子们惊奇地发现 穿着海豚仿身服的自己 也可以感受到琪琪的超音波耶 高高低低的超音波 向大海深处传去 遇到物体的时候 就会反弹回来 在孩子们的模拟海豚大脑中 呈现了波纹图像 哦呦好奇妙哦 我感觉到我在用超音波看东西耶 嗯 我也试试看 看能不能发射海豚的超音波 吴天天学着琪琪的样子 集中精神 一使劲 额头 也发出了超音波哟 反弹回来的声纹图像 可以让她感觉到 藏在沙子里的鱼 躲在石头缝里的龙虾 呵呵 这简直就是超能力嘛 在这个同时 董小宇也一边认真地尝试 使用海豚的超音波 一边和大家交流 我也看到了 不对不对 是我感觉到了 离我们十几公里以外的海面上 有一条大船 然后旁边 旁边是海豚 是海豚群 孩子们都兴奋了起来 琪琪更是第一个 朝海豚群的方向冲了过去 没过多久 他们就看到了海豚群 这些海豚和琪琪一样 都是微笑天使 评比海豚 他们现在正围成了一个圆圈 中间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动呢 你们好 琪琪热情地打着招呼 周边的几条海豚 友好的向琪琪迎乐上来 你好 远方的朋友们 你们在做什么 吴天天好奇地在外面啊 转着圈游着 伸长脖子想要看个究竟 等等 你是熊海豚吗 可以请你离我们远一点吗 不然我妈妈会不高兴的 琪琪赶快帮吴天天解释 不是不是 他们不是海豚 是帮我回家的人类 听到这个答案 那条小海豚啊 算觉得好奇怪哦 不过 他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了 琪琪 刚那个小海豚 是不是不太喜欢我 吴天天还有一点难过 不是啦 其实是这样的 在我们海豚世界 熊 死 海豚 是分开住的 这一群全部都是 紫海豚啊 它们并不欢迎 随便闯入的 熊海豚 同样的 熊海豚们也有 自己的群落哟 太好了 太好了 小宝宝 生出来了 另外一条海豚 快速地游了过来 打断了孩子们的对话 原来 海豚吃了第一次的自主呼吸 我也好想喝牛奶 这群次海豚很喜欢琪琪 琪琪呢 也决定就留下来了 跟它们生活在一起 绑身符只有一个小时的效用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孩子们不得不跟琪琪说再见 接到孩子们之后 看糊涂老师驾驶神树飞船 从海面上破水而出 飞到了空中 海豚们一个个地跃出海面 跟在后面游动着 跳跃着 给孩子们送行 喂 凯呼吐老师 我是汪汪洋啊 哎呀 汪汪洋博士啊 我们已经把琪琪治好了 也把它送回大海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 您能办到 是这样的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要麻烦你 原来 汪汪洋博士正在整理海洋X档案 这是一套呢 包含所有海洋生物资讯的资料库 目的是保护海洋资源 维持地球生命的多样性 以防止日后出现生命大灭绝事件 汪汪博士最了解凯呼吐老师的神奇能力 也最信任他 所以 将这个计划正式委托给凯呼吐老师 让他带领科学小组 采集各种海洋生物的资料 嗯 帮汪汪洋博士建立海洋X档案 这可是建具的任务哦 我想 要不呢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 海洋X计划吧 孩子们 你们愿意参加吗 万岁 科学探险课终于不用坐在教室里上了 吴甜甜第一个欢呼起来 这下他畅游大海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我也愿意去 张小胖激动地复议 这个计划真的很有意义 学霸董小宇也赞成 我们不仅能够学到丰富的海洋知识 还能够亲身体验 变成各种海洋生物 对他们的特性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既然你们都同意 这件事也的确很重要 那 那我也参加吧 郑大海小心翼翼地说 神术飞船里 响起了科学小组成员们的欢呼声 哇 好让人羡慕哦 可以坐着神奇飞船 穿动物仿身服在海底冒险耶 哪里有这种学校 小妹妈妈第一个要去报名 那么接下来 这个动物科学小组 就要正式展开了 海洋X计划了 他们会遇到什么刺激 又有趣的挑战呢 快来读一读这一本 神奇图书馆 海洋X计划吧 我们家的睡前故事 下次见咯 拜拜